早安你好 来看到今天的晨间快讯 我们先看到这是根据了自由时报的报道 北市金华城的专案小组成员钟小平指出 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亲自核定金华城20%的融机奖励 以及公展案涉嫌图力高达两三百万元 调查发现柯文哲在未经合法程序下进行决策 并在2020年4月跟10月两次签署 核定融机奖励 而民进党议员简淑培认为 柯文哲应该对此负责 强调柯文哲使用公帑为金华城找专家解套 但是专家甚至建议要退回变更案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到是关于这个美股的问题了 这是根据了ET Today的报道 美国的就业报告不佳引发了经济衰退的忧虑 导致美股是全面收黑的情形 您可以看到是台积电ADR暴跌了5.26% 收盘价是落在149.86美元 还有道琼工业指数则是下跌了610.71点 或是1.51%收在了39737.26点 而标普500跟纳斯达克也都下跌了1.84%或2.43% 还有费半则是下跌了5.18% 都是美股对于这样经济数字的一个反应 另外再看到了这是根据了自由时报的报道 这知名的避险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 在给公司的各公司客户的信中警告了 灰达的股价处于泡沫的状态 是由于这个过度的炒作人工智慧技术所推动的 而艾略特指出AI技术被过度的吹捧 很多的应用都还没准备好要进入黄金时代 并质疑科技大厂是否会继续的 大量采购挥达的图形处理器 而尽管挥达今年股价仍上涨约120% 但是近来因为AI投资持续性疑虑 以及美国的经济放缓 股价已经重挫了超过20% 好继续看到是体坛的消息 根据了ETTODAY跟UDN报导 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 在网球男单四强赛中直落二 击败意大利的对手穆萨 晋级了金牌战 将跟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夺冠 那么乔科维奇目前由24座大满贯赛金杯 现在努力争取生涯第一面奥运金牌 而另外我国选手方面 女子拳击好手吴时宜 将在60公斤级四强赛登场 要力拼将奖牌的橙色由铜牌 提升到金牌或者是银牌 好继续再看到也是台湾方面的消息 就是根据ET Today报导 我们的羽球男双林扬佩 王麒麟跟李扬 在本届巴黎奥运晋级 将在明天周日晚间角逐金牌了 而王麒麟在赛前表示 为了专心备战将会关闭脸书跟Instagram 而另外根据的中央社的报导 他提到在到了巴黎之后 确实是减少使用社群 因为每天的训练跟治疗后的时间相当有限 需要早睡来准备赛事 然而他的搭档李扬 却幽默的语气回应了王麒麟指出 虽然他现在减少使用脸书跟IG 但是改用Threads之后 依旧每天在查看 是表达出两人之间的互动幽默感 而这事件也凸显出 运动员在备战过程当中的心态调整 以及心情都相当的重要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